特首就歸縮在裡面,完全漠視市民的訴求,也都是踐踏民事民情 所以衝擊禮賓府,是象徵了一個新民主運動的目標 就是要這個特首,一定要向人民負責,一定要橫征移民 所以我不管你們的警權有多大,我們已經預計了會被拘留和監禁 總之我們一定會在適合的時候,我們會將這個抗爭運動提升的話 我們終會用這個禮賓府作為這個衝擊的目標,令到這個政府必須要橫征移民 我想警方是過分這個敏感,你看到他們在中環那個地方 海旁,去到蘭桂坊,差不多到永安那裡,沿途都有警方的人馬和車輛 我相信今天超過一千個警員在中環江直,這個完全是用這個警權 是想打壓這個群眾運動,這個是極為愚蠢的做法 因為政治的矛盾,用警力去鎮壓的話,必然會令到政治矛盾升級 令到這個矛盾,是會演變成為這個暴力 所以我呼籲這個政府,不要以為警權無限大,人民力量是最大的 好,好,好看